今天我也要特别问一下 刚刚相信大家一来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旁边萤幕上 有我们这一次的广告 这也听说是我们MP国画电量 第一次的电视广告 所以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拍摄广告的心情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网路上 应该都跟我一样 已经看过拍摄的花雪 不过现场我们来听听看 你们拍摄广告的心情如何 谢谢 因为这次拍摄的手法就是 我们六个鸡 有点像是那种人心公仔的感觉 其实我们就一直在那种原型的转盘 像一转一转 然后可能我们要有手特写 然后我们要不断这样子 不断的摆出个手 然后反而酒鸡手还蛮酸的 不过还蛮好玩 因为是第一次的电视广告 然后很开心可以就是 把处女秀献给E-Dependent 然后愿意开心E-Dependent这样支持我 我们的广告处女秀就献给我们E-Dependent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拍摄的时候 手上都戴着是我们E-Dependent 我们的感觉呢 我觉得我的时间观念变得很准 好试都考一百分 哇 这么好 所以这个代表呢 今天大家不管呢 想要跟他们一样这么有潮流 这么有个性 或者是呢 时间观点想要变得很准时 或者是考试都考一百分 我们修带E-Dependent就对了 对不对 同时呢 同时呢 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MP魔幻力量呢 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我们现场所有这个支持 我们E-Dependent的好朋友 还有我们很多歌迷朋友 也一起来到现场 大家也都很期待 你们接下来的作品等很久 到底什么时候 跟大家见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最近 就是终于有比较长的时间 可以待在台湾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开始在写新歌 然后希望就是明年的上半年 可以把它如果顺利的话 对 所以呢 大家期待吗 明年的上半年 想要听演批的新歌吗 对 其实因为 我们第三章是射手 然后 然后我们有来台中办了两次的现场会 然后其实因为两次的话 都让台中朋友等很久 所以那时候就有发音说 就是第四章就是第一场现场会 在台中 哇 而且我相信一定是戴上 我们E-Dependent的表 之后就知道 不能让大家等太久 时间好贵 对不对 哇太好了 所以呢 我们的现场会第一场 第四章冠局 对 就在台中 是在台中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